老师 你过来了 你买了什么 我买的是你昨天你也倒的虾 你捏虾去 不是虾 哦 那我回去自己走 把虾倒在这里 哦 那我还要去见你了 那你背我都在去地里 哦 你好什么了 你见到他去 我要洗你 哇 虾在外面洗你 真凉快 赶紧洗一下 你还以为我没洗过 冬天我在外面洗的 我都洗过 冬天在冷的 吴贤鱼 嗯 你虾洗好了 让进来 哦 好 老师我虾放在这里了 我给你切点姜末 哦 那我去把虾盒剥一下 哎吴贤鱼 我现在马上上去了 要不要让它练一下剧 就要开它自己预约 这体育累是很累的 就要开它自己预约 不过我们爹爹娘也心动呗 肯定我们看看它自己调节什么样呗 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就行了呗 你忘了一点还要三光正呗 再放一点生粉 给它嚼着粗粗的 就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 准备一些小麦裂粉 再加一些生粉 再加一勺猪油搅拌均匀 真的倒一点盖水把麦粉淡熟 有点淡 先用勺子 吴贤鱼啊 为什么中国都有这么多粒粉啊 因为粒粉 多多粒粉 红薯粒粉 怎么这么多了呀 那你屋根底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种啊 那是没有 我如果回屋根底盖在中国房间 那应该我能占些了 那麻烦了 我一个大丑根在你屁个后面 把你洗碗 那也可以烧火了呗 这个也可以 把面接着搅剂子 好 我来改皮吧 好了 我去冰箱拿下去 好嘞 这那个水包咯 这这个假製做了半天咯 那正好多我那个也当五发吃呗 你找他一百吃啊 吃吃吃吃的 吃了西北风哦 又再怪我了 早上家里有牛奶 华米果吃一点都行啊 吃到了 饼干好了好些烧火咯 好了 这个买了都是我看起来吃的都是好看的 为什么我包的都是这样的呗 做的好吃就行了 你管它好不好看 还好吃 进去我肚子里面 不是拿去买 好了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装在蒸轮里面 水盖下锅蒸20分钟 老师 哎 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家饺吃不饱的呗 你早上跟我们吃呗 我干你自己吃不饱 这个家饺拿来堆碗面做好了呗 放一点油 下酒放油 小火慢慢调和了 虾油只好好了 再煮一点面条 搅一下面丹 先放一点醋油 放一点酱油 再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细菌 再放一点盖水 再放一点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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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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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一点点虾油 面条放这里 看下我的虾脚怎么样了 哇 五剑鱼 红红的好漂亮啊 这样的 嗯 太香了 想起碗吧 我来吧 那我那个手比你胳膊霸当哦 哈哈 哈哈 你看这个虾又大又红 可口糖了 那你的意思 你虾的买的好 我剥的不好干了呗 我没说哈吧 哈哈 那 哦 剥了有嚼劲 嗯 这虾油也好吃 没想到 剥的时候是没哪个 真正的还是这么漂亮的呢 那是我火烧的火好吗 哦 你火烧的好